台湾的非洲友邦国家布吉纳法所在今天宣布与台湾断交 目前台湾的友邦国降到了18个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 请刚刚到台湾外交部才参与过记者会的 美国金融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为您介绍最新的情况 杨明你好 好 那我来再做一下介绍 我刚刚参加了这个台湾外交部的记者会 他们是外交部是在6点多钟紧急通知记者去参加记者会 然后吴钊信在7点40分左右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宣布布吉纳法所同中华民国断交 那么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而且愤怒和遗憾 那么吴钊信说为了维持这个维护台湾的主权和尊严 从即日起终止同布吉纳法所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以及援助计划撤离大使馆 那么医疗团队和技术人员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他对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 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打压 这个他说这样做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 也不会让两岸往和平友好的方向去发展 更不会赢得所谓的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 只会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作为感到愤怒和失望 他还说台湾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 但是同时也不会跟北京进行所谓的金钱外交的竞逐 宇文 是 那么杨明 那么吴钊信部长在会中是不是也有提到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剩下了18个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还担心 未来还会有哪些友邦国家可能会与台湾断交呢 那么目前他没有提到这个现在是这个 因为当然台湾在非洲有两个邦交国 一个是斯威士兰 一个是布基纳法所 那么斯威士兰是蔡英文总统在4月17号刚刚访问的这个国家 那么当时访问之前 那么媒体说台湾在非洲只有两个邦交国 那么为什么不一起去访问呢 当时说呢这个布基纳法所呢 这个他的总统有另有公务 所以不便接待 那么所以呢就只访问了一个非洲邦交国 那么目前呢台湾呢 所谓的这个台湾媒体这边叫叫叫 称之叫做黄灯或者红灯 所谓黄灯国家邦交国呢 就是说已经有一点点迹象 这些国家开始跟台湾不太友好了 是吧 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不是很有好的 那么红灯呢那可能就是说迫在眉睫很快可能就要断交了 那么实际上布基纳法所在今年4月就蔡英文访问非洲之前呢 已经亮起了至少黄灯往红灯那边走了 但是呢目前现在台湾呢这个官方呢 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所谓的黄灯国家或者是红灯国家 还没有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范迪刚和中国大陆一直就主教任命权问题呢 一直在进行磋商 一直在进行联系 那么范迪刚会不会是下一个 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杨明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 刚刚你也提到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别谈到 中国方面这样这样的一个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不会缩短两岸的距离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布基纳法所政府今天发布的声明是说 他们是依据布基纳法所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这项的决定 那么当然各界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 这是不是中国大撒币所带来的结果 到底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断交消息传出来 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各界有什么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金钱万交在台湾肯定的 当然这个媒体一直追问这个台湾方面呢 是不是知道大陆这一次呢到底撒了多少钱 这个现在目前的数字不清楚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过去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呢 两岸就外交修兵 现在呢这个两岸现在这个外交这块呢 从你看从5月1号多米尼加到这个今天是24号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两个邦交国 那么跟台湾断交了是吧 那么实际上吴钊燮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就说呢大陆挖脚台湾的邦交国 对这两岸的关系是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改变两岸的现状 那么吴钊燮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呢中国抢夺台湾的邦交国 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 什么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呀等等 以及军事演习等等 这一类的这个做法行为都是在改变现状 他说呢这不只是台湾人民所感受到的 美国国务院对外的说明呢 也是采用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今天的国民党呢 在第一时间呢在一段 他也对这个台湾的又一个邦交国失去了 做出了一些个反应 他说呢这个台湾又一个邦交国 失去了代表蔡英文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呢 带领台湾走向了死胡重 即便是外交人员再优秀 那么也无法挽回失去的邦交国 好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先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呢媒体今天也问吴钊燮 那么在他刚刚任期大概从他从二月份过年 这个农历新年之后就是这个转任外交部长 从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转任外交部长 在他任期那么有两个邦交国 这个跟台湾断交了 怎么办呢 他是不是要对此负责 他说呢他对此已经口头 向蔡英文总统提出这职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杨明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